他現在都沒有 現在都沒有 都滿了滿了 這幾天我們了解到9026 尤其在下班期間 有很多乘客 有反應搭乘的時間等待冗場 所以交通處一直努力 在想辦法解決問題 那我今天在上班跟下班時間 也都親自在比較熱門的站點 來了解一下 這一次現在9026目前的狀況 那我們也希望公路總局 能夠協助來解決業者相關的問題 因為從路線的核定到業者的選擇 都是公路總局一路在負責 那我們很想要幫忙 我們也很努力在幫忙 但是我覺得從業者的改變 到新路線的核定 這些主要都是要跟公路總局來協調 所以我要拜託公路總局 也要拜託我們在地監督 中央機關的民意代表 要協助一起來解決9026的問題 因為我們從選前在談9026的問題 到現在其實大家都很了解 起了很大的變化 而這個變化雖然是在我們就任以後才發生的 但很明顯的這些政策 早就在選舉前就已經定調了 所以我們是要努力的解決問題 也希望各幫大家一起協助 謝謝 畫面上就是基隆市長謝國良 清晨七點鐘搭乘9026的狀況 大約等不到半小時就可以順利上車 而在排隊的過程當中 發現搭乘國光的通勤族說 他們比9026還辛苦 希望市長幫忙反應 中校的181年 對中校的181年 然後這個禮拜都等了更多小時 對然後比9026還慘 181年這樣 對是 所以可能幫我們跟民意都幫助一下 好 我們昨天像昨天又遇到三班 公司客滿車進步 對我們在這邊可能50分鐘以上沒有時間 我們快沒工作了 每天量遲到不及 9點上班6點又要出來了 一般車都載幾個人就走了 哪一個呢 1815南京 對我們快沒工作了 幾個已經沒有工作了 上班都知道被公司敗耳調 對啊 啊市長嘛 我們市長都合分想想 一個姊姊知道 說要等一小時 對啊 一個鐘頭 差不多 六點半就在那邊等啊 好啊 昨天的運動工作 對啊 這有點扯啊 六點五五五十 等到七點五十 上班都來不及啊 我們每次要請這個休息一下 基隆市長謝國良跟交通處長王鎮宏 特別選在通勤尖峰時刻 來了解實際的狀況 而市長也立刻向國光客運業者反映 希望加開機動班次 或者想更好的辦法 來解決基隆通勤族的痛苦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採訪報導